Chinese Mandarin Language is not harder than you think. Hanbang Class has more Chinese coursework and efficient materials to help you get it easier. We will also update every week. Let's subscribe and learn more here. Enjoy with us, Hanbang Class! HSK标准教程是一套充分体现、考教结合、 以考促学、以考促教理念的综合汉语教材。 从内容到形式与考试全面接轨。 本书是第五集下课本。 配套录音、录有每课的课文及生词等内容。 北京语言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录制、出版、发行。 HSK标准教程5、下。 第27课 下棋 课文 下棋 我父亲是一位象棋教练。 那一年,我大学放假回家。 父亲要跟我下棋。 我高兴地答应了。 父亲让我先走三步。 不到三分钟,我的棋子损失大半,棋盘上空空的只剩下几个子了。 没办法,眼睁睁看着父亲将军,我输了。 我不服气,说,这次运气不好,再来。 第二局又输了。 这次没法挥好,我们再来。 几局下来,基本上都是不到十分钟,我就败下阵来。 我有些灰心,父亲看看我说,你初学期,输是正常的,但是你要知道输在什么地方,要吸取教训,否则你就再下上十年也未必能赢。 我知道我技术没你好,经验也不足。 这只是次要因素,不是最重要的。 那,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奇怪地问。 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你心态不对,你不够珍惜你的棋子。 怎么不珍惜啊? 我每走一步都想半天? 我否认说。 那是后来。 开始你是这样吗? 我仔细观察过。 你三分之二的棋子是在前三分之一的时间失去的。 这期间,你好像很有把握,下棋时不假思索,拿起来就走,失去了也不觉得可惜。 因为你觉得棋子很多,失忆两个不算什么。 后三分之二的时间,你又犯了相反的错误,对棋子过于珍惜,每走一步都过于谨慎。 一个棋子也不想失,反而一个一个都失去了。 说到这儿,父亲停下来,把棋子重新在棋盘上摆好,抬起头,看着我问。 这是一盘,下棋子,下棋子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 赢啊! 那是目的。 父亲用质备的眼光看了我一眼。 至于原则,是要考虑得失。 有得,必然有失,有失才会有得。 每走一步,你事先都应该想清楚,为了赢得什么。 你愿意失去什么,这样才可能赢。 可惜,大部分人都像你这样,开始不考虑得失,等到后来失去的多了又开始舍不得。 后果就是屡下屡败。 其实,不仅仅是下棋,人生也是如此啊。 生词 棋 像棋 教练 答应 损失 争 眼睁睁 将军 将军 福气 运气 局 发灰 灰心 吸取 教训 未必 赐药 因素 在于 心态 心态 珍惜 否认 观察 失去 期间 把握 不假思索 犯 过于 原则 责 责备 必然 事先 舍不得 后果 离 离 得 得 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